有这么一天大比武大聚会 当着列国主公的面 贾大夫用箭射这个智姬 谁都没射中就他射中 大家是交口称赞 夫人这才露出笑容来 感觉我丈夫真有本领 我嫁他没错 这才心悦诚服的爱自己丈夫 这叫设置计获内人斩效 那么后边这两句呢 握朔方圣贵主同车 这说的是唐朝 唐朝有这么一个公主 叫丹阳公主 丹阳公主下嫁给小将薛万澈 认为薛万澈愚蠢笨 根本就没能耐 而且公主呢 那是金枝玉叶高高在上 那从来没给薛万澈好脸过 瞧不起他 突然有这么一天 皇上大宴群臣 故意地跟薛万澈 有说有笑显得那么亲近 让文武百官瞧着呀 薛万澈这驸马是个近人 然后让丽氏呀 抬上一条朔来 分量很沉 在场的驸马 是公主的爱人 都过来试试 谁也拿不起来 唯有小将薛万澈 到了皇上面前 一哈腰一伸手 由地上把这条大朔 可就给抄起来 不仅拿起来 就在殿前 当着重文武百官的面 唰唰唰这么一耍 皇上高兴了 当时给予了厚赏厚赠 封 小将薛万澈 为大将军 那么薛万澈呢 回到家中 小主这才高兴 打这以后 跟他是同出同入 坐在一条车上 原来根本就不在一车上 平起平坐 都是他坐车 薛万澈呢 在跟着跑 这回也一块上车 这叫卧朔方胜 贵主同车 那么这两个典故 也有这意思 夫妻两口过日子 还是在职场当中工作 都是这个道理 千万别门缝里边看人 把人瞧扁了 如果您有真实的文领啊 早晚能够出人头地 是大展宏图